姚子玲 姚子玲這日出席流行經典50年的錄影 子玲說最近沒有開工的日子 不少朋友都變成全神 但每天在家裡不停吃 相信不少人都肥了幾磅 不過子玲就說要增肥 這段時間我覺得最好是調理一下身體 大家都說子玲瘦了很多 我現在都在問朋友去看中醫 還有一些中醫的治療 他說可以減肥 我說我不減肥了 我要增肥 他說放一些類似疾病的東西 我也希望這段時間趁著還沒開工 就調理一下身體 李施華早前出發去了加拿大拍劇 現在劇組停工 但施華就滯留在那邊了 他也有說他掛著家 他說他的家就是香港 我們都有問他的狀況 他好像現在是多人多的 他打算飛去溫哥華 看看會不會有用什麼途徑 可以回到香港 但因為劇組的人都已經回到家了 他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那裡 所以他也想快點回香港 去年梓鈴就被捲入四角戀飛聞 早前又被發現和事件主角之一的前男友 Raymond一起延伸中環的朋友飯局 現在同場見面又會不會覺得很尷尬 那又不會 都是大家的一個朋友聚會 見到面都沒有什麼聊天 所以我身邊沒有一些男子出現而已 所以我求求你 你快點介紹給我認識吧 說這麼多 好 好 好